双方这场比赛的话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阵容以及阵法 没错 来看有没有212的对冲 风打地 观战方地震大刻到了对战方的 风阵 是的 没错 那么这样的话观战方开的是一把国标啊 国标打国标 并都没有选择上 都没有选石头领 对 但是观战方这个地震其实是奔着对面212去的 是 这样的话能 如果要说你对战方开一个 包括像 鸟阵尤其是虎阵的话 被狱阵抓到的话 会极大程度削弱你这种石头领的进攻 是的 没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速度 观战方的女儿村在速度位拿到了一个全场移速 因为双方都有地府啊 那么看除了这个开场宝宝 如果说有没有带神马的可能性之外 那么剩下就要看双方在场上的这个运营 如果说地府能够加完特技之后 这个单体特技之后腾出手来的话 黄金之奇抓一抓到也还好 没错 对战方的话呢 虽然没有移速 它234速的一个衔接其实也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对位自己大唐的话 速度应该也是有优势 毕竟占了一个风头啊 而且你注意看 它大唐风头位全场6速 比观战方的地府都要快 那恐怕是这个开场大唐的宝宝 应该是这个带神马 应该是带马 对对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五六回合之后啊 或者说这个大唐宝宝 在被这个极快情绪的话 清掉之后 速度会不会有一个变化 理论来讲的话 应该是一个大唐代码 没错 开场先抢一个物理速度 那么如果要说一旦进入一个顺势的话呢 可以像 类似于平衡找门天 然后经济五单抽 加上三恶虫 直接进行一波点杀的操作 就是不让你加这个野兽 开场的话 也是对面方这个阵法背大课 然后进行一个防点 心里指人化上色拉的这个金刚护铁 想抢一下这个全场的速度 是的 观战方这边的话 打的也是比较机翼主动 来看大唐 大唐 大唐野兽又没动 但是还好吧 观战方这边大唐破血 对面方的女人村宝宝 触发了一个神佑 直接单抽 加上上恶宝 我跟的话 观战方这边一号宝不再飞 都清掉 那么如果说下回合大唐出宠的话 但是有盾在 感觉还是比较稳健的 李盾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先补宠 因为毕竟这个 额诺拼廷鸟把这个 拼廷鸟把这个特技给封住了 你这个野兽加不上来 而且毕竟有指人 我相信观战方这边 应该不会说 应该不会点 因为观战方女儿村刚刚也被凝过 没移宿 这把是出宠在家流云 把移宿先拿回 先抢回来 再凝制丢给队战方女儿村 确保下回合的话 自己有一个全场的稳移宿 是的 那如果这个回合是 把队战方女儿村宝宝 清掉的话呢 是不是有可能去做这种点杀操作 小悬念啊 队战方毕竟五号宝宝 刚才上回合出发了一个神佑 观战方解掉之后 起迷润 清掉 没有在身 女儿宝清掉 但现在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大唐现在有一个特技圈在身上 其实也对自己是一个保护 是的 对吧 因为他那个法防宠 可以去开自己的大唐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不太挂小死亡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如果进行点杀 矛头应该是针对队战方的 神木 观战方法系的秦三敌 好像是没用 他开局是秘润 在加兵 去清宠 而且我们在 昨天的 今天的比赛里边 我觉得观战方 扶红电竞这个女儿孙 你说会不会把这个速度 刻意地给调高了一点啊 然后因为毕竟双方的话 都是有这个速度位置加持 都是实 都有大唐 那就是等于是裸素 就是观战方有移速 有移速 但对方开了一个速攻阵 没有拿到这个全场移速的话 可能会埋下一个小伏笔吧 但主要就是说 这场比赛的话呢 就是因为你对于女儿孙 这个点位来说 其实就看你属性点 怎么去调配了 因为都是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回合 虽然没有加野兽啊 要预导先点 对队战方先点 互点了 对因为观战方这边 要点的话 就是点队战方神木林 那这样的话 观战方大唐 连续用了两把破血 这一回合应该是被罚战了 对应该是罚战的 还够血 这个血我觉得都 很暧昧啊 对啊 都感觉扫不出了一张 对 那神木林跟琴音了 因为观战方法系有速度 是 这样的话 法系速度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对对 但是说 163几次 一个163几次 再一个对战方 毕竟是三个宝贝开场啊 是 观战方那边大唐一样 一万九 爆了个一万九 双方一换一嘛 观战方那边宝贝 应该是能把对战方神木林 给按倒的 应该能 我一万九 正法被大课 这伤害 有点不讲道理 太猛烈了 你虽然说加了一把秘润嘛 但应该秘润的效果没有这么的夸张啊 爆了个一万九 而且这还是一个这个 站的防御位的大唐啊 是的 他毕竟不是说占了一个伤害位 对 所以以前控对战方女儿孙 呃 防御单位点倒让你场上没愤怒 你这野兽还是加不出来 那野兽是加不出来的 是 哇 就是在观战方自己大唐 倒地的情况下 直接进行一波积极的反点 也是因为自己现在善恶也多 是 嗯 场上的话毕竟只有一只配素嘛 四只善恶在 那观战方这边也给王良吧 这把是可以给的 反正你大唐已经倒了嘛 对吧 嗯 也可以给了 王良可给的话 然后观战方可以集中去清 对战方 呃 那只一号宝宝 然后自己的善恶虫 甚至说有可能能够守住 对战方大唐 对战方因为毕竟华人士 人心层数并不高 呃 如果要说人体华人生活的话呢 也行 呃 因为毕竟女儿孙的话 现在属于一个被封印状态 会不会女儿孙直接人给酒转 没有问题 华人士没有被观战方那边女儿孙空中啊 一把活血 但是头上有射魂 赶紧先把光辉打上 嗯 愤怒没有 那么 会员散了吧 嗯 因为他只能是开局先进的 对 对 王良之魂加上 没问题 下巴两边都吸了 还行 那这样的话 观战方的善恶虫 不一定能够守得住 对吧 他单抽 哦 没跟 没选择去 不 他是后面会有跟的 嗯 因为那个一号的话 是对战方场上最慢 观战方那边应该 会分一到两只去压 但是压不住 是的 毕竟两个盾拳都起了 对 这样的话呢 压不对战方大唐 是 两边互吸都能起 那么 在对战方大唐 现在还有这个物理移速的 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 我觉得 还是可以考虑 通过拉起神魔灵 直接单抽的这种方法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 你单抽抽观战方神魔 这163未必破得了 而且你野兽没补 是 嗯 本来是个可以点杀的一个机会的 呃 但是观战方女儿孙现在头上有这个 有花的效果 嗯 会不会去控队远方的化生寺 先不好说啊 队远方女儿孙如果最稳的话 是谁给化生寺吧 哦 还是选择 对位控 嗯 华佛瓷背铁 那是不是给大唐活 哦 他是为了盖这个锅 盖锅 那没问题 那没问题 嗯 刁与岛这边打的还是非常细的 就是 虽然说这回合可能活大唐会更好 但是为了让法系 吃到这个锅 锅 对 拧下去 想要拿这个 至少让地府比对面大唐快 现在第二个 这个速度 开局阶段是领先的比较多 经济五单抽啊 也没有选择棋职人 那这样的话 差四卷没抽掉 还好没有触发神佑 那观战方因为是一宿女儿村 所以说 哎 观战方这个大唐还不好说呀 对上方的 归宿的善恶一号 又神佑了 守住了 怎么说 哎呦 有藏神 有藏神 气质人 而且毕竟占了一个防御啊 阵法有达克的话呢 防御还是可以的 是的 身上的话也是 吃着自己本方的这个化成寺 金刚护体 那这时候得先活血了 先活血吧 对面方大唐怎么说 凝完了之后变八速了 就看两边速度的差值很小 我觉得观战方的不一定能够发信得了啊 轻轻 有点像 但是 花儿四会给自己的大唐一把活血 对眼睛 活血给石墨 观战方这边活血给大唐 小死亡在挂 对面觉得自己 快快 因为他占了一个风头嘛 但是观战方没点 观战方打的还是比较稳健的 有虚血 那这样的话应该能压倒 漫天找了一把 那倒地的话也行 再神佑 欠点 哇 他怕 那还是怕 他怕慢 对 还是怕出不了手 只不过说的 观战方那边女儿村放了一个精青 没错 观战方打他倒是要倒 三千 不过好像损失并不大 不大 因为毕竟找了一把漫天嘛 小死亡也没中其实就还好 那这样的话 对眼方一号宝贝这个盒又活下来了 当然得补宠了 观战方现在少两只 你得补一补 那钓鱼岛的话 刚刚也是利用这个回合的一把精青完成了一把点杀 只不过是因为观战方也精青了 大唐的小嫂没中 我觉得还是先把野兽起吧 你不起野兽现在好像自己心里有点没太底 这不会点女儿村吧 不会 我觉得不太会 不点观战方那边女儿村是吧 不点 先把速度拿回来 然后野兽还没有 先把野兽这个 打光辉 对 先把野兽补了 把自己两个输出位置 赶紧给观战方那边自己女儿村打 是的 这个回观战方两宝宝一出来 你看他还是强野兽的 因为这个野兽毕竟一劳永逸的事 对 还触发一个法联又差思学 宝宝应该会继续有根 刚上塔尔斯下巴还不够矮 还得一回合 下塔尔可能会平A一手 哇 这一号宝宝再深有 不过好在被冰川怒冻住了 这样的话根本就控不住观战方那边大唐 对 但是流云过后我们来看一下 差了1%的一个速度之后呢 地府的速度现在是 观战方地府拿到6速 大唐到7速 就是说目前这样看 就是两边速度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这样的一个阵法速度了 有盾 而且拔了一个干将 但是他流云之后 他应该有自信比观战方大唐要快了 那这样的话 但我觉得队上方应该现在是 想硬压观战方大唐是压不了的 他最多就是说压大唐能够压一个大唐不出手 但是 岁月硬控 知道你突然有花 但是观战方那边会不会就是如法 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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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御圈没点 但观战方可能会 想拿速度 观战方可能会点呀 硬控女儿是可以点的 对呀 观战方是点对战方大唐了 你不点我肯定点你 野兽加起来 终于加上野兽了 那还行 看一下伤害 一千四弹甲 两千六 这样的话 都切不了 切不了 法系应该是有琴三叠的 杀大唐是不是抽就行 直接抽 杀大唐 琴三叠有点浪费 因为大唐没有163 但是有个什么小问题 就是说 对战方这一回合的话 他大唐比观战方那边的 大唐速度要快 对吧 他就是观战方那边 仗着自己大唐有盾 所以觉得对战方 不敢来点过来 是的 那么现在 黄尔兽还要继续 再给大唐活一手 这把要不要再防对面 神木林 他风铃刚有用过 这把风铃低 应该不会单抽 我觉得观战方 地府这一盒 应该是岩出去了 直接 还有可能会 岩完之后 然后把对战方大唐 压在地上 回头数稍微多一点 黄尔兽给活血 岩不岩 不岩 黄尔兽抓速度 回抓一把 抓速度有盾 那么开了之后的话 下一个和观战方那边 女儿孙一眼能够 拿到速度优势 琴三叠去清 对战方大唐的宝宝 哇 第三下包了7000 用琴三叠去清手 或者压法系 应该是最划算 对 因为我当时在想什么呀 就是观战方这边 上一盒和大唐没有速度 然后他万一要说 怕对战方 靠扫压你自己 不能出手的话 他可能会学 这个飞骨鸡帅 对 直接剑斩的话 然后跟着琴三叠的话 但这样的话是比较稳的 因为毕竟1.0元嘛 斩的话也就是5000左右 这样的话 对战方大唐现在目前是 野兽加上 但是属于一个人死储备的状态 观战方大唐 刚才还有一回合 地府补个宠 想做点事吗 没必要吧 是不是地府补个宠好一点 没金刚了 先把它重补了吧 对面大唐 下回能起了 拉金刚好像还有一点像 像炎压了 炎压了 小四网友挂中 四贴吧 没有 直接就一贴 贴一个没什么意义 没他意义 第二刀3600 还假 还好没有被163触发 还行 再用心 对 打得还不及的 这两回合两把点 钓鱼岛现在有点 小难受 好在是大唐下巴能起了 起来先出个宠 其实不着急用零元呢 毕竟现在只有一点零元在手 而且只压一个大唐 盐 收益不大 如果在你 那观战方现在是这样 顺势可以补一只地厅出来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 这个大唐速度没有太大的优势 拉一只快点的地厅 去压对面方大唐下回合的一个出手 可以 人体化生活 但是对面大唐有没有可能也出一只 法宝没出发 有没有可能也出一只地厅 脾气大的话是可以的 没有 脾气都不太大 都不太大 还是比较稳健 但是我觉得观战方其实 从前面的这个14回合来看的话 现在占据一点小小的优势 他可以说拉一只地厅 然后试图把这个比赛节奏再加快一点 但是我觉得国标阵容的话 毕竟你只能女儿村加一个 化身能不能加上可能得两说 因为你要压大唐的话 对吧 他只要是压 要快一点 他只要压大唐不出手就行 那么我在自己女儿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观战方是给大唐补过流云 还是不行 对战方的女儿村 当然对面的大唐是出了个马跟流云抵消 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如果说这个阶段 对战方大唐宝如果掉了的话 那么是不是官方大唐会接下来拿到一个医塑 对战方大唐的话 这一回合应该是先把指人立起来 他指人的冷却和已经好了 应该是先把指人立起来 求稳 对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先起指人 因为下回合什么里能起了 而且毕竟野兽已经加过了 没有那么着急 是的 花十四头上有这个无魂 还不一定能够解得开 那这一回合的话 对战方的四号宝宝 甚至说可能还会再顶个绝 解掉了 箱子寒真直接选择 有医塑了 有医塑了 观众方还不知道 也是没有空中 把活血给上 再丢凝制 那这样的话 还是保证大唐的一个物理医塑 没问题 小死亡再挂 箱子寒真 女儿孙给了观众方地府一把相似寒真 所以这个大唐敢大胆的去平A找一手满天 是 再抽 又倒了 反正就是我只要点大唐 就是扫加抽 就是最稳妥的方法 给黑玉 黑玉一把回来是四十不够 下巴对战方女儿孙仍旧保有场上移术 而且刚出这只魔化童子又掉 善恶也跟着队远方大唐 那这样的话 观众方这只三号的善恶童子 应该是队远方这一回合宝宝 主情的一个对象了 那么队远方女儿孙友 全场移术 踩塔 四号宝宝可以提一手人 我觉得是不是先 还是耍速度 我在想这个回合 是不是可以考虑 用慢宝宝去提 这个大唐的话 地府是不是先给大唐再补个王梁 这样的话 就是让这个两输出 都有这个伤害加弹的效果更高一点 毕竟队远方的大唐速度也快 他这样的话 拿了王梁之后的话 还能相对来说 抵消一点点 阵法被大克的这个不利因素 避见队大克 然后你这么快的速度 伤害肯定受影响 在这儿没有漫天 起风 观众方那边的 意味度将拉了之后 但是绝对是跟不上 这个急如风的速度 跟不上 跟不上 大唐武速 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方化身六速 速度已经快过了 观众方的化身 哦 那这样的话 对面现在是 你看 一 三 四 五 一三四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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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女儿孙 应该有一把金轻的 她这个愤怒 应该是算的比较好的 是 脚下有塔 那既然的话 起风的话 应该是天然有一把金轻 观众方起了意味度将 速度抢不过 这一回合 观众方看一下 我大唐点过来 观众方女儿孙 敢不敢也 争一下对面地区 方个点 好像也行 我觉得不一定舍得 放了一点领域 啊 因为只要是 你既然起风的话 观众方是不是 只要是 保住自己的大唐 是 化身色 给一把水清就够了吧 给水清 你没他大唐快 不过讲道理来说 四嫂空切 难度比较大 相对来说大一点 比较大 对吧 丢法宝 他不舍得用 哦 他活的法系 没有选择 这把只是单纯的 要去保一下 这个防点 包括这个 哦 点的法系 小耸挂重 魔镜的话 给自己打探 卡了个血 第二刀五千三 应该有暗暴 有163吗 还行 没空切就还好 163之前的话 也只被打了过一把 那这样的话 起了秘润 好像不太有用啊 观众方这边 还是单抽 单抽 很稳 那开局阶段 群楼这边的点杀 来的还是比较顺的 嗯 很奏效啊 毕竟阵法有达克啊 前面的话还是有优势 在双方都没有找到 漫天的情况下 而且 自己这边的大唐 忘蓝追魂也已经加上了 黑月回蓝60 宝宝跑了 嗯 节奏对于飞骨气勢来讲 的话不太好 画伤出个宠 嗯 哦 别 哦 可以 出宠 哎 不行 还是先活大唐吧 我觉得下巴再出 呃 虽然说没有风铃 但是你大唐现在是个残血 如果真要硬点的话 对吧 我觉得还是 完了 点大唐了 呃 是不是点大唐了 会不会是群秒加上恶根啊 我觉得不一定是单抽吧 好甜了 哦 他应该是 点大唐群秒 然后上恶宝宝根 看漫天没找到 事宇是不是 直接 冲一下 虽然说没风铃 风卷放了 你别 这没有风铃的风卷 是什么说吧 哈哈 啊 那你这样的话 不是风卷 还要冷却 对啊 对啊 那就平秒不就好了吗 你没有风铃 不会增加伤害结果呀 也行吧 提前拿个冷却C 那我就这没必要吧 啊 至少是倒了 至少至少是倒了 而且延长也延出去了 嗯 观众方这边想得很明白 知道你化身这把不出宠 要去活对面的大唐 对 所以说直接碎玉硬控 嗯 但我是感觉你既然碎玉去控化身了 那是不是地府直接给这个小子王会好一点 呃 尝试着就进行 把这一波点杂给进行下去 是 但是你说吧 嗯 他队众方毕竟这个有个三号宝贝在场上 嗯 那也不敢说贸然的就只是靠一个这个 活局 那如果上位和他如果要是挂小子的话 他什么的应该是经济舞单抽 华生直接出了个地厅 嗯 要拖延观众方那边进攻的节奏啊 这个地厅 要稍微的去 呃 再延 不过没有再延 那这样的话 哎 那没灵园了 地府没灵园 没灵园了 没灵园倒好像也不太怕 呃 观众方这边的女儿村 哦 用过岁月 不好说 脚下的罗汉好像愤怒没太有 呃 不太够 嗯 善恶守不守得住 现在并不是很重要 下个回合的一个关键点在地厅的身上 嗯 来看一下对战方女儿村有灵园 华生有灵园 因为速度快 两只 两只的话就要硬压观众方那边大堂了 那么 两个地厅 因为地府的爪已经用过了 不存在手爪爪掉一个地厅的说法 呃 怎么说 地府没有灵园的话 我觉得只能接朴玉吧 嗯 似乎是只能朴玉灵园 嗯 反正肯定是用法宝 华生有没有可能有 华生好像 华生脚下有塔 只流云过之后就没怎么动过 愤怒 啊 理论来讲就是现在我们看这种天主 他们在点杀之后的话呢 都会自己有一个风系或者辅助单位 嗯 留一把这个罗汉的愤怒 对 就怕对战方出地铁 对 有一个反压制的 是是是 对的 女儿村可以真地府 这样的话就是让大堂即使倒地 不要中小死亡尽可能 哦 这样的话不拖自己进攻的节奏 对战方女儿村化生两个笛子加起地府怪 那么大堂是不是也给一个笛子 大堂可能会给半的 来 怎么说 给一号 一号快 盖罗汉 还真够了 够了 那够了的话就没有太大的危险了 杜绝宝一 杜绝宝一 观众方那边大堂有破血啊 不是 我是觉得这样罗勒金兽云尺拍的是三拍错了 地府应该有普遇吧 魂飞破散 诶 驱掉了 驱掉的是杜绝 但是 驱掉的是一号的杜绝 杜绝 观众方那边 大堂平A过去了吗 大堂有破血的 就是说他这么 他平A过破血肯定是点的一号出的手 他持持三 对 然后大堂拆一 有破血 对 他是有破血的 还有不贴 贴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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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不是很好啊 加了巨剑 跟了一把巨剑斩 那这样的话浪费了队长方大堂的1.0元 因为后续 这回合其实也很极限 如果驱散 驱的是 驱三 劲爆 不是 他驱的如果是一号位的劲爆 毕竟是状态二选一 应该要驱 那这第一听出来 观众方也不好受 因为毕竟有两贴 而且有杜绝 对吧 驱掉的劲爆死不了 他能出手的 对 但观众方那边的话 接了一个罗汉 而且上一回说 宝宝也给大堂卡了个血 钓鱼岛运气稍微有点差 嗯 二选一50的概率驱 没驱掉这个 没驱掉杜绝 嗯 压倒大堂 那这样的话出了一只慢的 下把罗汉没了 下把罗汉没了 观众方这个地听 理论来讲速度应该不快 还是现在轮到对战方 地府也是没有手抓 女儿村的话没有陵云 化身有 但是 但打国标 按照理论来说 可能也是齿敌 不用带那个金银缠珠 嗯 那么化身是不是可以给一点 经受云齿观众方的地听 观众方那边地听 如果速度快的话 就直接点在大堂起观照就行 如果速度慢的话呢 宝宝有一贴也够 因为对战方大堂 就是自己陵云也没有 嗯 那么只能平安或长驱 观众方那边贴一下 杜杰就行 杜杰就不用管他长驱的事了 对吧 长驱没用 这个时候长驱一定是没用的 只能那个平安找漫天的方式 把这个地听尽叫 不过好像没卡多久 有没有把这个地听防下来 无 无魂的地府 可以把这里 抓罗汉 抓罗汉点 哎 化身拍个尺 国标 笔尺 不带那个 不带珠子 对 那怎么说 对战方是四号童子拉的大堂吗 那看这个地 哎 中了无魂 那也不是慢 也不慢 也不慢 一敌一致也就牵个串 还好 因为钓鱼岛的法杂 我们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是秒的 是高的 对对对 一号宝能不能神一下 没神 伸不住 那就看要不要滑到四号 没有了 那没事 没有出法莲 还行 取秒 一把取秒四号也掉 没扛住 宝宝有点少 还行 拉起大堂 用的生骨絮命高拉的 拉起大堂先补充 对 它那个盾并不是自己起的指人 是那个药品的一个效果 两回合的一个抗性增加 因为它拉起来的血量是比较低的 带了个双骨絮命高 增加的是双抗 对双抗 现在局面 化身 就是还是得先保化身 把大堂活上来 因为观众方这个时候点杀 是一直在持续的 你这边局面不是特别理想 对面方女人却没有灵源 对 这个时候的话 想控观众方地府 是控不住的 这是顺法虚迷 哇 伤害好高 火歪了 也行 至少活到了人身上 活到了有效单位 看地府往哪挂吧 女儿孙有挂中 大堂扫过去了 先刮一下 伤害已经出过手 魔技加上 破血压大堂 没没没 挂着大堂 它被虚迷给拍死了 挂大堂破血给大堂 对 也不亏 也不亏 只要这个回合呢 因为钓鱼岛 它的想法就是 我直接把大堂活满 所以说是 没有什么宝宝去给大堂做点拉的 而且现在常常只有两只宠 那这样的话 结果可以偷对战方的化身寺了呀 大堂是不是 刚好24 没用过灵源 没用过 没用过三点 三点 化身 我觉得这回合 我觉得这回合要不就是 女儿村先把化身的小死亡解掉 对 宝宝太少了 地府出国宠 因为是这样 他如果说女儿村把化身寺小死亡解掉 真说观众方那边偷对战方化身寺 没关系 对战方女儿村全场一速 对 那么还可以运作一把 死亡 如果说你这个地 化身寺 中小死亡倒地的话 那这比赛不好打了 已经 七宝姐 直接辞 提起一个 提起两个满血的输出单位 强控电阳方大堂没有控中 直接小死亡反点 也没挂中 射魂给 那观众方大堂 巨剑老师 我觉着巨剑 魔剑加上 那这样的话直接就会斩倒 直接就斩倒 不需要发戏根 那这样麻烦了呀 这样的话 好在对战方女儿村没倒 这个歌如果要是女儿村 就是一不小心倒了的话 女儿村一个虚迷啊 好像有点危险 620也倒了 就这把的想法我就觉得 是不是有点 其实我刚才在想说要保化身 其实我后来想想好像不对 你女儿村如果辞了之后 你没血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女儿村如果小死亡倒地的话 你就没有再辞的机会了 现在这种就是很麻烦了 是 你刚才的话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 轻一类特技的话 你就用人物单位 把那个化身寺小死亡先给解掉 然后你 我觉得 冲了 我觉得上一把词堂 辞得有点着急了 有点着急 小死亡再挂又有种 但是也是希望能够用上一把词堂 把人踢起来直接造一个反点 只是没成 是 那这样的话 直接空间了吧 这可能空 能贴住吗 贴不住了 贴不住了 破空了 应该是跟着群秒 对吧 因为那个化身寺已经倒地了 那这样的话还能带到地厅 这比赛已经很难很难了 这样的话 三个单位 地府一眼三眼 地府三眼好像挡不住 地府有灵源 那随便换了 就已经 三眼好像挡不住 是 26回合 这比赛应该用不了几回合 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刚刚那把 我想想 如果说他不辞行 他如果把 其实京青也行 京青他有一速 就是地府先把宝宝拉出来 就是说如果说化身跟女儿都倒了 也没事 我宝宝把女儿只要提起来 我女儿直接辞 其实还是都能起来的 对吧 就是京青好像也行 因为那回合 符合电竞就是点着那个化身寺去 对对对 化身寺可以倒 但千万不能中小子 是 我总觉得 他在没有宠的情况下 直接就强行地放了一把词行 而且是卡在24回合 那个时间点上面 是不是太着急了 不过群人楼打的也是够拼 24回合 我直接就把剑扔了 假如对面轻轻的话 我知道 那其实 打掉了一张牌 对 对对对 你这一下三言好像就不太有了 这就是指挥心里的一个博弈 我就赌你先不放剧剑 对吧 但是说实话 当时就不太有不放的道理 为什么呢 你是非常新鲜的磁心吸走的这个小死亡 而且你面前又没有配速宝宝 给你自己的博尔寺解不了这个小死亡 对吧 不过刚刚那个回合呢 就是在钓鱼岛去做磁行的操作的时候呢 官方的女儿曾是点着对面的大堂 大堂 四育胜的 只不过没风中 对 那就证明什么 他有想过磁行的事 就有想过 都给防范 对 有想过钓鱼岛会磁行 那其实你想过钓鱼岛会磁行 就是假如钓鱼岛用的是鲸鲸 那么这PK可能还有火 就是说上把把龟速拉起来 我拉起女儿说喝一瓶酒 我再辞就是了 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呢 感觉上就不太好打了 因为毕竟三眼倒地 而且是没有化身的一个情况 回复跟不上 有地府 鬼眼也加起来 是的 这样的话呢 对面方的这种龟速保护 是 加笛子 齐云楼想要做最后的冲刺 理论来讲的话 应该是扛不弹住了 即使有罗汉的话 也不太能扛得住 花生四凯一把活血 这大堂伤害没人挡得住啊 小死亡又挂中 小死亡现在命中率也上来了 对 因为只要点着 神木林出手的话 必定能够刮到队员方的宝宝 报了111 法防宠再掉 观众方这门大堂扫过去的话 队员方 神木林 在已经出过两次163的情况下 那么应该也是扛不住的 是的 而且观众方里面的神木林 只要跟群秒就可以 他正常群秒就可以秒到隐身虫 对 因为队员方这会儿已经断回复了嘛 是 弹甲1600 第二道再弹 直接切掉 观众方向还给 1100 那这样的话三十回合之内这个比赛应该已经有交了 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恭喜一下浮风电竞 杀入了最后的组织战 是战胜了飞酷鸡帅是进入到了本届群熊天元组的一个决赛 战帅在家有鬼眼 战帅在家有鬼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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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华有那个哦 护盾那应该不太有法术反阵 没没啊 那应该是没法术反阵 是 但是他现在法术反阵好像也就救不了局了 是 四眼倒 四个小死亡倒地 嗯 没太机会 很顺利啊 28回合 在粘法大可